刚刚过去的第13轮的比赛当中呢 最值得带来关注的是 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 这场比赛的赛前 北京国安队的主场是没有输过在本赛季 而海港队的客场成绩呢 其实要比他们的主场成绩要更好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点 那就是对于国安来说 新帅苏阿雷斯上任 而对于海港队的主教练哈维尔来讲 过去在联赛当中虽然排在榜首 但是有几场硬仗没有拿下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这场比赛就更加值得关注 比赛我们都看到了 现在更需要去听一听 在比赛背后这些当事人 他们自己的表达 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商品补食 落后一球的北京国安队 期待绝境逢生 两队的激烈对抗遍布每一寸草皮 苏亚雷斯和哈维尔在场边焦虑万分 当主裁派马宁吹响中场的哨音 很多队员都已经瘫倒在地上 上海海港队将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一秒 他们抵住了对手的最后狂攻 成为了首支在新工铁战胜北京国安的中超球队 那么官场比赛应该说我们主场比赛 除了最后的十分钟吧 我们还是控制了比赛 场上大家也是展现出了自信 出下的北京暑气剑农 赛后两小时 我们抵达海港队入住的酒店 由于体力消耗过大 吴磊在采访之前 还在不停地擦拭额头的汗水 非常开心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公体 国安这个主场是有多难 然后今天天气也是很炎热 从比赛的过程来说也是很焦灼 然后公体的球迷 我们也知道会给客队很大的压力 所以能赢这场比赛 其实很不容易 赛前一天 主队北京国安率先抵达公体 进行踩场训练 主教练苏亚雷斯 即将迎来自己的中超首秀 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宁 也出现在看台上观看训练 苏亚雷斯让四名后卫 站成一排逐一指导 重点演练球队的防守阵型 我们尽管到来的时时尚短 但是我所有的队员们 在比赛还有训练当中的投入程度 都是让我非常满意的 我知道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很强的队伍 但是我们在主场会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去取胜 由于遭遇交通拥堵 上海海港队比预定的时间 延迟了25分钟才抵达赛场 在适应新工体的场地之前 球队还需要适应北京晚高峰的路况 关系这次又回到公体的感受呢 是和以前还是一样的 因为每次我们回来之后 都要严肃对待这场比赛 然后所有人都知道明天比赛特别重要 尤其是和北京队交手 而且每次交手的体验也都是非常好的 当然明天比赛也会十分的困难 希望明天会有一场精彩的比赛 上海海港俱乐部董事长张敏 随队同行观看训练 所有做足球的人可能都有相类似的感受 就是希望好运之路能够相似甚至是一致的 所以张敏和球队的内心是希望在北京 能像18年一样战胜强大的国安 希望未来的每一步都跟当年夺冠一样 一步一去 比赛当天 北京气象局再度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赛前公体也提升了安保的级别 并在观众席的下方放置了阻隔设备 提醒球迷时刻保持克制 为了确保安全 海港队的850名球迷 在开赛前三个小时就已经全部就位 我希望我们能尽我们的全力 跟全球队一起战斗 我们肯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尽自己最大的激情就喊出来 就是反正网上也有些质疑 说我们海港声音这个很小 但我们就证明给他们看 用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 提醒起来 吓舌舌舌 为了上海 永远飞 我们站在你的身后 站在你左右 为了梦想 为了胜利 为了上海 永远飞 6月15号 三里屯的周边 曾经被阿根廷的蓝白色占据 而对阵海港的比赛 国安队的球迷力争含胃 属于他们的绿色荣耀 我当然希望国安赢了 我觉得应该2比1吧 拿下 胜色啊 肯定是国安比胜啊 比分我觉得2比1吧 开赛之前 国安队为北京广播电视台解说员 宋建生举行了退休仪式 俱乐部总经理顾问高潮 为他献上了全队签名的 35号队服 感谢其35年的一路相随 觉得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感动 在和海港这样一个强队的 比赛的这个前面 给了我这样的一个仪式 我感到很高兴 也很开心 两队入场时 公体北看台的球迷 拼出了巨型横幅 震撼全场 本场比赛共有46309名球迷现场观战 比气温更加火热的是 公体的球式 赛前两位主教练握手寒暄相互问候 而开场后不到三分钟 伊萨卡龙就与王刚爆发了激烈冲突 惊户之战 火药味十足 这样的对抗强度蔓延全场 两队连妹奉献的一场 中超名局 比赛第17分钟 杨丽鱼音伤下场 由于张玉宁的持续伤病 本赛季状态火热的杨丽鱼 被国安球迷寄予厚望 苏亚雷斯只能被迫 做出人员调整 第39分钟 北京国安队再度遭遇打击 阿戴米投球破网 瞬间点燃了主队球迷的激情 但BAR认定 国安队的进攻越位在先 进球无效 逃过一劫的上海海港队 抓住了机会 吴磊和李文君上演重鸣连线 一起长大的默契 为海港队在中场前先拔头筹 吴磊起脚之前 我本来是想去补门的 其实 然后也是恰巧他这个球打刺了 然后也变成了一个助攻 我也是运气非常的好 然后跟进包抄到位了 然后用脚到外侧蹭进去了 当时就是感觉来了 因为当时也不可能用左脚 就是也不可能用足弓去推这个球 所以说也是自己的一个感觉吧 就是一下子刹那灵感来了 就是用一个外脚臂 去把这个球给蹭进去 这个球我是想打门 但是没打好打撕了 还主要是他这个门前的嗅觉吧 因为这确实我们这么多年 然后他最早一直是替前锋出身的 虽然这个赛季可能位置有一些靠后 有的时候会踢在边后位的位置 有的时候会踢中场 但是他门前的这个嗅觉 依然是保持 所以主要是他这个门前的嗅觉吧 这一下 上一轮足鞋杯 吕文君攻入了效力海港俱乐部的第100例进球 本场比赛吕文君被评为全场最佳 他也在时刻期待着国家队的召唤 也非常荣幸能够为我们的上海海港队打进100个进球吧 也是非常感谢去找队伍的培养 希望我还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吧 去为球队做出中国的贡献 还是做好自己 踢好自己的球 如果国家需要的话 我也是就是会自己会做好准备 全力为国家分身 下半场第65分钟 海港队扩大了胜果 买提江轰出惊天世界波 踢球击中立柱后反弹破网 本场比赛买提江攻守兼备 他在中场的组织调度极为关键 就是比赛前主教练也是觉得 国安的这种两条线的这种空荡 还是比较大的嘛 也是训练的时候也忍练过这些打法 他们就是还是比较擅长于这种进攻嘛 所以说他们可能内部的这种空荡 还是比较大一些 这个训练的时候可能也会 有类似的这种进球吧 所以说今天传过来以后 我觉得停的也是跟训练一样 很舒服 所以说起脚那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有了 方浩的进球 让主队看到了扳平的希望 北京国安队把比赛的悬念 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本轮比赛过后 海港以四分优势 领跑中超积分榜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 从来就是没有变过 大家都是奔着冠军 每年都是这样 所以说今年可能会对我们的整体来说 多冠的信心还是充满了信心吧 我们的目标肯定是振夺冠军 这个其实是不光是我们 包括我们所有的球迷 这都是同样的目标 要完成这样的目标的话 在面对国安 包括鲁能这样的客场比赛 我们是一定要去拿下比赛的 我觉得这个 今天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吧 希望能够在后面的比赛 能够把这样的石头保持 严峻林 蒋光泰 奥斯卡 吴磊的中轴线 堪称中超顶配 豪华的人员储备 坚定的求胜意志 忠实的球迷相伴 虽然上海海港队的争冠之路 绝非坦途 但在6月29号这一天 他们向着心中的目标 买出了坚实的一步